從觸控面板以及觸控螢幕的操作按鍵 可以看到有很明顯的不同跟其他的QU系列 在QPAC的部分有多了QU Control這個按鍵 可以制定全部的操作功能來快速的進行操作處理聲音的部分 還有Channel的按鍵 觸控螢幕切換到Channel的按鍵的時候 可以看到全部的輸入音軌 從1到32券 還有全部的輸出效果群組 輸出混音 DCA等等 利用Channel來操作混音 就可以取代了原本的電動推桿的混音 選取LR之後 就是LR的總音量 選取Channel 1 就是來調整Channel 1的推桿 Channel 2 或是來調整ít 像成RHz 在這個分析 其他的回音输出 比方讲监听的回音输出 所以QPAC虽然没有电动推杆 但是却多了全新的操作界面来进行 全部的输入输出的虚拟电动推杆的操作 除了利用触控萤幕切换到Channel的时候 我们来操作全部的输入以及输出的回音以外 一旦选取了Channel之后 我们还可以触控萤幕切换到处理器页面 就可以操作该音轨的全部的音讯输入处理了 跟全系列的QU一样 包含了Compressor PEQ全四段全参数 以及Hyper全四段全参数 全部的音讯处理器 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快捷键来进行 重置 复制 或贴上 利用这三个快捷键 就可以来快速的 进行 其他音轨的同步的复制 让它来进行消音静音的动作 除了输入的音讯处理器以外 我们回到Channel 选择 输出的回音画面 选取LR的回音组 除了操作LR的推感 虚拟的推感以外 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处理器页面 如此一来 就可以进行LR的输出音讯处理了 全系列的QU回音机 全部的输出回音组里面 全部都配备了 完整的音讯处理 包括了compressor 28段的GQ 以及四段 全部参数处理 全部可选拼 移拼 四段参数型EQ 包含在全部的输出组里面 当然了 一样可以利用三个快捷键来进行复制贴上以及重置的动作 甚至在左下角Library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点选 厂设之预先载入的 全部的音讯处理